肺結核的治療 就一個爆肝 然後一個是肝癌 我覺得很扯啊 大作詞 結合的治療 結果就一個爆肝 然後一個是療程結束之後肝癌 肝的患者他治療肺結合的用藥期間 應該要搭配超音波檢查 而不是只有抽選 那發現的時候都已經肝癌末期了 肺結合他的藥這麼傷肝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要考慮更換更好的藥物 我覺得很扯啊 因為他就是吃了9個月之後 就發現他的肝臟的腫瘤有14公分 那個不是在治療肺癌 那個叫腋瘤腫瘤腫瘤 對腋瘤腫瘤腫瘤會產生這個感度性的阻力 就相對低很多了 對腋瘤腫瘤 對腋瘤腫瘤 對腋瘤腫瘤